家人们大无欲实行发生了 咱就说游乐场搞到现在这样 我本以为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竟然还落下了一个套装 不过就这外观来看的话 它的长相确实挺容易让人遗忘的 与游乐场其他的几个套装相比 这款套装虽然也有1700多颗粒 但因为结构零散 导致整个结构看起来呢不太成熟 简单来说就是 一米二以上的儿童不得游玩 可他现在能够一车搞定全部收纳 哪里空闲停哪里 路障车展开之后呢是个旋转飞椅 另一辆车装的是其他的游乐设备 虽然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 但是